土团党前宣传主任旺塞夫 今日再度被指控上庭 面对18项涉及近600万令吉的洗黑钱控状 他在今早8时20分身穿黑色西装 面带微笑抵达吉隆坡法庭 从容地面对在场的记者 根据控状 被告触犯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不主义融资和非法收益法令第四条文 一截 毕相 一旦被定罪 最高刑罚是15年监禁 最低刑罚为500万令吉的罚款 在通议员宣读所有控状后 他全盘否认了这些指控 在去年2月 他曾被指控两项 与亚纳威包沃案有关的罪名 当时他否认了通过亚纳威包沃项目 收受近700万令吉贿赂的指控 旺塞夫昨天在脸书帖文表示 他将会出庭为自己辩护 因为他相信法庭是他追求正义的最佳地方 由首相安华号召的声援巴勒斯坦集会 昨晚在五级加里尔亚通体育馆成功举行 现场估计有2万人出席 场面壮观 多位领袖也出席并发表演讲 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针对首相安华揭露 他因坚决为巴勒斯坦发声 这一举动引来了多种威胁 警方今日承诺将进一步加强 对首相的安全保护 全国警察总长 丹斯里拉扎鲁丁表示 警方不会对此置之不理 将把首相的安全置于首要位置 然而 他指出 这些威胁可能与经济问题或其他领域 如国家出口等有关 安华在昨晚的集会上 发表演讲时透露 马来西亚在坚决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力后 开始受到一些大国的批评和攻击 然而 他强调 马来西亚绝不会因为这些威胁而屈服 他说 我被批评 被欧洲 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家的人攻击 我告诉他们 他们找错了人 我要强调 马来西亚是一个自由和自主的国家 我们必定会与巴勒斯坦的自由事业一同抗争 只要人民继续委托给我 我就会接受这些威胁 坚决抗争到底 他重申 马来西亚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有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 他说 我们理解独立的真正含义 马来西亚将继续作为一个有主权的国家 坚决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力 斗争和自由 安华还表示 马来西亚史上首次周游阿拉伯国家 以表达我国对以色列的暴行的立场 并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 共同支持巴勒斯坦 他说 这一举措是因为我国人民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感同身受 在演讲的最后部分 安华带领全场高喊巴勒斯坦 莫迪卡的口号 场面激昂 第二财政部副部长沈志强 在集会上发表演讲 呼吁国人购买巴勒斯坦产品 来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斗争 他指出 巴勒斯坦人民已经遭受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压迫 长达75年 由于大屠杀和压迫 巴勒斯坦人民不仅每天失去生命 自1967年以来 每年遭受160亿令吉的抢劫 而且有超过100万棵橄榄树 被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毁坏 他说 我们需要支持购买巴勒斯坦产品 这是一种支持和团结的象征 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他强调 现在世界对待巴勒斯坦问题 不仅仅是从宗教角度看 更注重人道主义方面的考量 他指出 行动党一直在国会中强调 我国全体人民都应支持巴勒斯坦议程 特别是通过党的元老 丹斯里林吉祥的长期努力 他补充说 我同情任何受到压迫的人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但我们不应忘记巴勒斯坦人民 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大屠杀的压迫 通讯级数码部长法米表示 他收到一些社交媒体用户的指控 称他们创建的 包含哈马斯等单词的内容 被该社交媒体公司自动删除 因此 通讯级多媒体委员会 MCMC计划 在周四26日 与TikTok母公司进行会晤 以讨论关于该平台 对以巴冲突内容的限制问题 对于大约有16000人 出席上述集会 法米指出 这显示了大马人民 强烈支持巴勒斯坦 他说 我希望这么多人的出席率 能够激励全体国民 他还提醒那些 想要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应该想经过公认的机构 或组织捐款 以避免被欺诈者 或不负责的团体骗取捐款 随着莱纳斯公司宣布 恢复其在马来西亚的 营运执照后 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钦 嘲讽地方政府发展部长 尼可敏车大炮过了头 最终自食其果 沦为了笑柄 他指出 尼可敏之前 多次宣布莱纳斯 将关闭其在大马的业务 声称这是西蒙政府 兑现了上台后的承诺 然而 最新消息证明 尼可敏当时公然撒谎 这不仅仅是对他的打脸 也对他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打击 陈德钦强调 尼可敏作为内阁部长 他的言行举止代表国家 因此他的发言应该非常谨慎 必须基于事实 然而 尼可敏却因为迫切争取功劳 而公然向大马人撒谎 这表现得非常不专业 涉及道德操守问题 他还指出 尼可敏以部长的身份公然撒谎 不仅损害了国家形象 还严重损害了内阁的公信力 前任文东国会议员 黄德抨击政府 并指出政治人物的态度一再反复 表明他们只是在利用反对莱纳斯 来追求政治利益 这种行为极其不负责任 他在今天的声明中表示 当西蒙在2018年执政后 宣布延长莱纳斯运营执照时 当时的批评主要针对时任首相马哈迪 然而 这一次的决定完全是由部长自行决定的 他指出 最令人失望的是 西蒙政府似乎继续试图欺骗人民 黄德说 政府同意延长莱纳斯的运营执照 并取消了裂解和进出条件 仅仅因为莱纳斯声称 他们可以从原材料和放射性废料中提取土 然后出售 他表示 这听起来太熟悉了 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莱纳斯过去也曾说过 他们的废料可以回收利用 制成建筑材料和肥料 他继续说道 在过去的12年里 看到我们的决策者不断地陷入同样的老哥老把戏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是真傻还是在装傻 黄德指出 如果这位部长指证力康真的把人民的福祉置于企业利益之上 他必须首先要求莱纳斯证明他们的实验是有效的 只是莱纳斯立即从他们已经储存的100多万吨放射性废料中提取土 散开地区 散开地区 开地区 散开地 dr 给焦 Antich